10号下午2点多 白色休旅车停在汽车美容店前的马路上 人员蹲在路上忙着插左前轮 隔了快20分钟 白色保时捷又停在同一地点 穿着汽车美容行制服的两人 小心翼翼清理 两人各负责前后轮 把保时捷简单清洁灰尘后 店员开进店内 换另外一辆黑色箱行车停在马路 一人细心插车 过程中店员还进出店内 车子就在路上 查车的过程分别是5到8分钟不等 被民众抱怨停在道路转角红线上 一台车加上好几元站在马路上洗车 汽车经过要闪车超危险 就是看准警察来都是劝导之多 这一家在嘉义无缝北路的汽车美容行 老师在店外头洗车查车 有民众要找洗车行网路一查 这家店的照片居然是一名店员 把车开到了大马路上 拿高压水筑洗车 让民众看傻眼 Google接警图更拍到 有白色车停在路上 还有黑车是停着 人员蹲着真理车子 业者狡辩但是Google接警图都记录下来了 民众经过也实能看到 店员就在马路上插车 利用大路为工作场所规定 那处行为人或雇主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滑缓 店家以为只要把车子开得贴近路边 就不算违规 警方认定是道路上做营业动作 在交通法规上就是不行 而且店家停车的地点还在转角处 人行倒放洗车的工具 消防酸挂抹布 难怪民众看不下去 指呼太自私 东森新闻吴新梅在嘉义报道